中面铺上席方 再依序放上胡城 茶壶和品名杯等 小朋友跟着茶艺老师的讲解 学习布置茶席 空间不足时 也可以利用大托牌 再摆上茶壶 品名杯和公道杯等茶具 用简易式的摆设 方便移动泡茶和凤茶 在学习茶艺的过程中 不只是在如何泡茶以外 其中另外一个环节是在布置茶席 在这两个大的主题中 都会学习慢慢沉浸自己的心理因素跟状态 同时在动作上也学习到缓慢 柔顺跟有条理 泡茶前先闻闻茶叶的香气 闻壶后再把茶叶置入茶壶中中入热水 先让茶叶舒展将水倒掉 再度加入热水 稍待数十秒再倒出茶汤 小朋友小心翼翼 双手端着第一道茶 奉茶给同学 倒茶的时候觉得好兴奋 学会泡茶 然后可以泡给家人或朋友 学习茶艺 对小朋友最大的一个有益的帮助 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 比较能够展现出他和善 有礼貌的这些表现态度 家世大人夏令营 有新唐亚太电视台新竹办事处举办 除了丰富的家世学习体验 透过深具文化内涵的茶艺课程 让小朋友学习当小茶师 也学习为尊长敬茶 表达感恩之意 进这敬茶我很开心 妈妈也很开心 很好玩 因为我在从中可以认识到 怎么泡茶跟敬茶给父母喝 自古以来 茶不只是华人饮食的一部分 透过茶艺课程 也让小朋友学习分享和尊敬的态度 新唐亚太电视领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